好另外县议员杨华美提出了七大面向的议题 希望县政府团队针对他提出的内容将资源重叠的部分 是以副县长或者是秘书长层级来做出资源的统整 才不会让同样的项目分散在各局处浪费了资源的加成效果 县议员杨华美提出了七大面向的议题 并且也就目前防疫措施 希望县政府团队可以避免疫情扩散至花莲 也对辛苦的医护人员给予鼓励 目前疫情严峻 虽然已经进入社区感染 但请相亲不要恐慌 然后要更不要传播没有经证实的假消息 以免触法 那更重要的是要务必要遵守防疫的措施 常洗手戴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 没有必要不要进入公共场所 那如果要进入公共场所的话 一定要配合实联制的登记 那请乡亲们共体时间 配合一切防疫的规定 杨华美也提出了 关于县政府多个局处项目的资源重叠 希望县政府能够以部县长或秘书长的成绩 来做资源的统整 才不会让同样项目奔散在各局处 浪费了资源的加成效果 我们都知道一个好的宪政规划需要跨局处的讨论 那不要像目前的状况就是各做各的事 那我希望不管是副县长或者是秘书长都能够担请这个角色 整合各局处的政策规划 比如说刚刚讲到的公共运输到底怎么样来协助 我们花莲地理位置这么狭长的工具 或者是符合民众的使用期待 那这些都是必须要有整合的能力 那因为散落在哪里 散落在园民处 观光处 建设处 社会处 卫生局 那跨这么多局处的交通工作 难道只能放在一个建设处的交通科上面吗 那所以很期待就是 县府的官员能够有整合的能力 让花莲县民能够得到最大的福祉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道